這就是富力灣 每一層是三梯十九湖 以為一層十九湖的走廊會很黑很暗 大家有眼所看 因為全部都是開放式的設計 非常陽光的 一路走路一路看風景回家 零碎開心 這就是五十平米 亦是富力灣的主打護形 我們來參觀一下 左邊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右邊有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相當大 都是按照升級酒店的標準來做的 可以看看 這個五十平米和剛才我們參觀的不同 這個本身是開放式的 但發展商幫我們組一個間隔 間隔了一個客廳和一個睡房 客廳的感覺 間隔後還很開陽很大 來到睡房這個空間 亦都是擺了一張很大的雙人床 而且除了雙人床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他都做了兩個很大的衣櫃 就是儲物空間 還有一張書桌 或者亦都可以作為一個疏倉桌 地方很見勢 不會因為它間隔了兩個空間 覺得很局促 這樣 剛才也有聽過銷售同事說 他說這裏的實用率比一般的住宅高 這裏的實用率差不多到八九成 八成半到九成左右 所以這個五十平米 真的有五十平米給你用 再來看看我們福利灣最主要的賣點 都是270度的無敵海景 在這裏一邊 曬日吹海風,曬日太陽 聊天 真的是人生一大樂事